好 再来看到这个议题 蒋家后代蒋友伯首度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道歉 他在替这个受害者的写这个新书的序当中 描述了这段历史是他的生命当中必须承受的重 蒋友伯以他个人立场向当事人说抱歉 还说人出身是无法选择的 但字里行间似乎也表达出了对于蒋家当年的作为 他无法认同 看着蒋家第四代蒋友伯写来的序 高龄80岁的白色恐怖受害者胡子丹感叹 等了半个世纪的道歉终于到来 他觉得其实这个阶级会向这个白色恐怖的受难人道歉 还有就是说他强调与他应该是没关系 我说当然是没关系 最少他是蒋家第一个知道这个事情 而承认有这个事情 认为这是真的我们讲的话 所以他才写这边许 一直好奇白色恐怖历史的蒋友伯透过朋友邀约 2008年2月第一次和胡子丹见面 胡子丹把绿岛八年的政治域写成了书 送给蒋友伯邀请他写序 蒋友伯大方接受在序中坦言 能够和白色恐怖受害者第一次接触 他的心是惶恐的 就怕他写的序会让胡子丹的血泪蒙上偏见的灰 在序文最后 蒋友伯以自己的立场向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属道歉 张友伯大胆说抱歉 蒋家人没有回应 蒋孝言不愿意以身兼党职的身份发表个人言论 就怕触动敏感的历史伤痕 中文新闻黄明君吴文玉台北报导